不考虑别人感受 随随便便把别人的真心 踩在脚下 能是你不是我 林润 是不是我说什么话 你都觉得我在撒谎 那我要怎么做呢 像年轻小时候 偶像剧里写的那样 酒后吐真言是吗 好像不管这个人说什么 只要他喝多了 他说的话 别人就会相信你 可以啊 你不是不相信我吗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酒后吐真言 喝酒解决不了问题 陆芳妮 给我 把酒给我 别喝了 给我 给我 你干吗呀 你别担心 我喝不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为了应酬 我每天都在家里喝酒 所以我喝不醉了 如果这辈子都喝不醉的话 你是不是这辈子都不会相信我 我陆芳妮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如果做了什么好事情 我会用广播让全世界的人 都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 如果我割伤了自己一根手指 我会把其余所有的手指 都包扎起来 拿到你面前给你看 可是现在呢 我每天换得换世沾沾沾沾沾沾 我想的都是 你会不会开心 你会不会高兴 我做错什么了 我做错什么了 你觉得我 扰乱了你的生活吗 你难道没有扰乱我的生活吗 你难道没有扰乱我的生活吗 林润 你如果不喜欢我 你可以拒绝我 你拒绝我爱 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 否定我对你的真心 否定我对你的爱呢 是因为这样的 你看上去特别地圣洁 特别伟大吗 方妮 你别说 你别说 我讨厌你 林润 从现在开始 我讨厌你 冯宁 我讨厌你 城 much 伤领你 作为 我借了